川流不息的公路上 助理着一座收费站 宛若孤岛的存在 阿文是这座收费站的一名员工 她是一位单亲妈妈 生活不算富裕 但也有着一些生活的小不幸 一天阿文在休息间接到了一通电话 她的生活就此发生了转变 原来她的儿子燕超 以爱之名和未满16岁的丽雅 发生了性关系 被其父亲发现 其父亲要求赔偿87.2万台币 并在一个月内还完 否则就去法庭 以强奸罪名告她儿子 可不可以少一点 你还讨价还价 你钱拿不出来 我就算牺牲我们女的名声 也要把你告到此为止 李女士 我告诉你啊 因为我们当时的彩礼 根本不在乎也不需要这些钱 可是很多事情 不是为了需要才去做的 知道这个消息的阿文 感觉天都要塌了 面对巨额赔偿 她更是不知所措 但她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 留下案底 所以她决定努力赚钱赔偿 但这笔钱对她一个收费员来说 是难以偿还的存在 她清点了自己的财产 还是远远不够 亲戚朋友都拒绝接她的电话 她尝试给燕超的爸爸打电话 却被其现任妻子责骂 然而祸不担心 没成功开口向公友借钱 反倒得知人空通道即将成为电子通道 自己即将失业的消息 凑钱一事处处碰壁 先入决定的她想起了一个人 她是一位货射司机 喜欢阿文 经常经过收费站就会见阿文 她常在通行券上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和给阿文的情话 但阿文对此视而不见 收费站里常有人给假钞 缺钱的阿文就利用这个事情 来了一个头梁换柱 用假钞换过客的真钞 然后自己把真仇拿走 面对喜欢她的志豪 她也重复了这样的伎俩 对她加以关注的志豪 看到了她的行动 看着她那口罩也掩不住的憔悴 心想她必定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所以她虽然识破了 但并没有拆穿阿文 收工之后 阿文再次联系前夫 想和她一起承担这次责任 但前夫对此默不关心 这时志豪上来了 表示她知道她的窘迫 并表示她可以提供帮助 再次塞了联系方式给阿文 走投无路的阿文与志豪联系了 志豪愿意给钱阿文 但前提是阿文当代的女朋友 绝望的阿文答应了 二者达成协议 一万块一次 志豪立即带阿文去了一次旅店 进行了第一次教育 结束后 回到家中的阿文精神萎靡 听着儿子对拿回来的饭菜 嫌弃的话语 阿文更是愤怒 怒吼了燕钞 燕钞对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喜欢阿文的志豪对阿文很是关心 知道他胃不好 腰也有问题 就给他准备了胃药和膏药 在给药期间 志豪也看见了儿子燕钞 一天 老师告诉阿文 燕钞翘课了 正在上班脱不开山的阿文 立刻打电话给志豪 请去帮忙 面对阿文的求助 志豪乐意自治 志豪在书店找到了 翘课的燕钞 志豪把燕钞拧出了书店 开车又送他上学 但燕钞书包里的东西 掉在了书店 他们只好重新回到书店 回到书店 燕钞趁志豪在捡东西的时候 打电话报警 说有人绑架他 在志豪带着燕钞离开之际 警察赶到了 志豪被带到了警局里 得知这个消息的阿文 立刻赶到了警局 志豪好心帮忙 还被自己的儿子 坑进了警局 阿文很是愧疚 对志豪连声道歉 但志豪不但没有生气 还反过来安慰阿文 这是阿文第一次正眼 看了这个追求他许久的男人 他们之间也变得不再是 简单的金钱交易关系 一日志豪开车去学校接燕钞 看见他追着一个女孩跑 于是志豪带着燕钞驱车 追赶那个女孩子 并在一束红绿灯处 截停了那个女孩 原来那个女孩子 就是丽雅 在燕钞与丽雅交谈期间 志豪从丽雅的司机那里 了解到事情的身相 明白了阿文为何突然那么着急要钱 燕钞与丽雅的交谈并不愉快 燕钞伤千的流下了眼泪 志豪连忙上前抱着安慰他 他们之间也建立了不一样的情感 志豪走进了阿文和燕钞的生活 志豪还带他们去野餐 暖风吹过阿文的发丝 阿文的嘴角也久违的扬了起来 志豪与阿文好像真正的男女朋友一样 他们像真正的一家人一般 那可好景不长 情有前生也有前面 志豪并不富裕 他完事不公并没有正经的工作 靠着自己的哥哥生活 前面给阿文的钱也是哥哥资助的 但这事被嫂子知道了 哥嫂二人十分愤怒 将志豪驱住家门 志豪没有了金钱来源 也无法按照约定支付阿文金钱 得知志豪没有了钱 阿文很是愤怒 前一秒还在幸福温存 下一秒两人就发生了争执 此时他们不知道 燕超早已回到了家中 他听到了他们的争吵 也了解到他们之间真实的关系 他愤怒地推开门 怒致阿文是见惑 志豪听不得燕超对阿文的辱骂 想要教训燕超 被阿文阻拦才停了下来 停下来后 志豪不愿意和阿文的来往就此结束 表示愿意和他一起承担这个债务 我觉得我们可以 你真的觉得我们在此很厉害吗 志豪没想到 阿文一切都只是为了钱 穿上衣服 心灰意冷地离开了 待气消后 阿文想起了志豪对自己 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 并意识到自己对志豪也是有感觉的 阿文后悔了 但志豪已经离开了 他联系不上志豪 给了通行卷后便冷漠地离去 阿文拼命地追回那被风吹走的通行卷 好像抓住那个通行卷 就能抓住那稍纵其事的爱情 但是那通行卷上并没有熟悉的字体 他拼命地抓住通行卷 也无法追回那失去的爱情 交钱的期限到了 但阿文并没有凑够所需的钱 他带着自己所有的钱 还有儿子去丽雅家 他们坐在丽雅家的门口 等待着丽雅父亲的到来 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最后会被如何处置 他们母子俩喝着啤酒 相视一笑免恩仇 把过去的不满和愤怒都喝下了肚子里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台湾国道从人工转为全面电子化 收费的社会背景下 川流之道 这部电影给我们讲述了 收费员和过路司机之间的爱情故事 金钱交易当中掺杂着爱情 什么是爱 这是影片跑给观众的问题 未满16岁的丽雅不知道 人到中年的阿文也不清楚 燕超以为只要相爱就是爱情 却无视了爱情所需的内在条件 阿文以为他只是为了钱 就无视他们之间生出来的感情 燕超和丽雅的情感被一句 我真的不知道爱是什么打破 阿文和志豪的爱情 被一句你真以为我们是在谈恋爱吗 敲嘴 母子二人都在情场上失忆 但生活不是只有爱情 阿言和燕超达成了和解 志豪在撕去所有后 还可以回到哥哥温暖的怀抱里 经典电影不听歌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